统计局针对电照外送服务领域 出台了一份最新的民调 那根据数据显示 在6000多人当中 大约7成把这当作正值 薪水方面 只有一成的人月入2500令吉以上 调查对象当中 6成是没有积蓄的 超过一半的人没有保险 统计局从去年3月1号到12月31号 根据6657名 踏足电照外送服务领域的员工分析 年龄方面 9成7属于15到30岁的年轻人 只有大约2%属于60岁以上长辈 6600多人当中 大约4成拥有大马教育 或大马技职教育文凭 其中一成有学士学位 当中有0.21%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 大约1%没有任何学历 有7%属于公务员 另外有大约14%属于私人届员工 5%左右属于自雇人士 1.46%是学生 大约7成把这份工作当成唯一的收入来源 也有7成的人当成正职 薪水方面 11%左右月入介于2500到3170令吉 27%月入1501到2499令吉之间 另外23%月入低于1500令吉 72%左右的人有参与涉险计划 缴纳公积金的则有22% 63%没有任何储蓄 大约37%拥有存款或有参与投资计划 保险方面45%有购买保险 但超过一半完全没有保险 工作时间方面 以一个星期来看 大约三成的人累计工作时间 介于49到84个小时 26%工作30到48小时 至于25%的人 一个星期工作少过30个小时 加入这一行有五大原因 第一是为了负担日常开销 第二是帮补家庭 其他包括弹性的工作时间 为了储蓄 以及这份工作不受雇佣合同约束